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大年初一 要跟您说 玉兔迎春天心向 好运年年来 不要吓到 我们一开始就要来介绍今天初一要做什么料理呢 欢迎我们的蔡桂美师姐 师姐您好 你好 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新年快乐 快乐 刚刚我们的蔡桂美师姐从台中来到我们大爱台 在大年初一的时候要教我们做非常适合今天做的料理 初一大家很多都不开火 就是加藏那个厨系的菜热一热就吃了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来包做东西 把如果是说昨天有剩的那个豆干干的东西 你就可以把它用在那个切小丁 把它包在馄饨皮的上面这样子用来吃 这样也是一个很环保啊 干料也可以 你说对了 看看今天您要教的是一种福袋 对 福袋装好就是福到了 哦 福到了 对对对 好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 福到福袋 材料有豆包250克 香菇适量 榨菜50克 大张馄饨皮15张 芹菜5汁 红萝卜少许 调味料有黑胡椒粉2小匙 酱油3小匙 盐1小匙 香油少许 哇 我们看到的这些食材真的就是可以用长春的 对啊 对吧 鱼豆包一定会过年会多买嘛 可以把它切切细细的对不对 对 好 现在我们就是要先炒对不对 对 我们先把那个香菇 我们在家里面有香菇的话 香菇就先把它爆香炒一下就OK了 这个现在我先把豆包放在这里 加一点点油 好 盐巴啦 加一点盐巴 哦 真的哦 对 好 就一点点盐巴就好了 不是拌匀就好啊 是 来搅搅的 要越香越好吃 搅搅呢 会更软啊 哦 这样哦 是 阿姨本来就很软啊 阿姨那是 我买的是头部的豆包 它会比较软 但是呢 你搅搅的 等一下你来吃的话 那个味很Q哦 真的吗 咱们这样搅搅是要怎么搅 这样搅就好了吗 对 搅一搅就好了 真的吗 不可以大火 要小火 中火就好 中小火 好 那个一定有剩的啦 过年难免都买一大堆菜 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把香菇炒好了 然后就有我们这个 哎 加了一点炸菜 好 把它切丁 细丁这样子 好 按下去炒 好 这中间都是中小火就好了吗 对对对 不用大火 哦 好 然后这个是这样 我帮它马上鸡 好 来 让我们加一点点的胡椒粉 还要再继续 再抓一抓 然后香油一点点 哦 香油抓一点点 对 一点点就好 就跟做SPA 同样 对对 再把它继续再抓匀 好 就是说那些菜 随便什么菜都可以 但是豆包一定要 对对对 这个可以关掉了 好 它关我了 炒好了 对 对 这很简单 豆包好了 豆包好了 那豆包要给它放哪里 豆包就用这个 这个放着就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料炒好的料 稍微如果是有那个 可以冷一点 可以放得冷 放凉一点 才跟豆包混在一起 对 要不然会炒酸哦 好 好 放好冷 放好冷 来 来 来把这个拿出来 那是什么 这是芹菜 芹菜 芹菜 我们就是像这样的 没有整支 我们就把它剥嘛 不然是 软软软啊 芹菜 芹菜 所以好像 有烫过是不是 对啊 有冲烫过了啦 你说昨天芹菜放到筋 煎变很软软 原来是要过水烫过 对 可以这样剥哦 对 可以剥 对 你看 好 现在我们芹菜 如果是太细的话 你们等一下 如果是要油炸的话 可能会 断掉 不是 是会比较这样 稍微 你若稍微粗的 它用比较粗的话 炸起来就会绿绿的 对 以前说 我每一条都可以 把他摆成细细一条 好 等一下看我怎么样 等一下就可以多包几个 OK 现在我们就要来包啦 现在是要把馄饨皮拿出来 馄饨皮有大的有小的 我要买大一点 你等一下才有办法包 现在是要把它混合吗 对 混合了 因为它凉了 我们把它混合 凉了才可以 做的时候不可以 然后我们再多加一点点的香油 再拌匀吗 对 然后我还要再一个那个 什么 酱油一点点 酱油再加一点点 对 加一点点酱油 OK 因为本来是想说 要加一点那个盐巴 结果我怕炸菜太多的话 那盐巴会放太多 会咸咸的 好 这样子把它拌匀 好 这个事情 因为你刚才已经有抽了对吧 这样就还没用 所以说我因为我有抽过 所以那个豆包比较黏了 对不对 那是没抽 你直接这样去拌 豆包就不会黏 对不对 对对 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拌均匀了以后 混沌的馅儿翻好 好 好 然后我们来找一个汤匙 好 就这个 大汤匙 对 OK 来 那我们就这样子包在里面 好 然后呢我们包好了以后 我们这个角对角 就这个角对角 要不要用水 不用 不用 它可以黏得住吗 不用 它绝对黏得住 就这样 好 来 就好了 你看一下 然后我们芹菜之后就把它弄好了 很简单 包起来 本来以前都是用这样子打结了 现在不用 把它弄起来以后 对折 对折 抠住就OK了 再穿过去 对 跟没有围围巾一样 对 好聪明 没有 很棒 本来我们还想说 大两天打一个结 它的香腐带 有 有 有 很棒了 有 可以 来来来 我们现在就来多包几个腐带 好不好 好 包腐带 可以把腐带回家 大家都是家家有福 这就秀后啊 对吧 这个剩的菜 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 就习福啊 也不用包太大 不要太担心是不是 这样刚好 这样刚好 不要太担心 对脚 对脚折起来 四个脚对起来 好 四个脚对起来 然后呢 下来这样子熬 对不对 对对对 这样子熬 哇 好漂亮哦 对 然后芹菜是对一半 对 对一半像那个 微微筋一样的 再给它穿过去 这样子就可以完成了 哎呀 这个过年了 简单哦 小朋友在家 就没聊天过 在一起做 刚刚好 妈妈就可以请小朋友来帮忙了 对 它不会散掉哦 不会 就这样意思 这样就好了 来 要拉紧吗 可以可以可以 上面还是要整理一下吗 它等一下我们要炸的时候 它会打开 再打开 我们再来整理 对对对 那我要炸的时候 我再来整理 就这样子 OK 哦 以此类推 我们就来包了 好 那通常我们像 既然做了这么多的馅料 馄饨皮也很多 可以早上起来就把它先做好 做好那我们这几天都可以吃了嘛 可以啊 那要怎么做 你馄饨的话 可以放在冷冻里面 你的意思是说 做好之后 放在冷冻 这样包 这样包好 对对 这样包好 放在冷冻 对啊 你用盒子把它装起来 都可以放在冷冻库里面 哦 就是叫做混沌 对啊 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包前 对不对 像这样之后 嗯 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拉开一点 把它这个线 要下油锅之前要给它更新 就是把这个东西往下面涨 先把那个头的地方先放进油锅 炸开了对 炸开了以后它很漂亮 然后你再放上去 如果摆盘的话 就会比较漂亮 对 原来是要这样子炸 对 不是整个丢下去 整个丢下去的时候 它等一下压到那个软软的地方 它就造型不好看 对对对 它不会富贵开花了 对不对 对 原来如此哦 先要 那所以 等一个一个炸了哦 不是不是 你可以多几个 可以多几个 然后我炸一个给你看 你等一下就知道说它没有那个开的 好 它没有那个开的 等于你要先用那个 好你看好漂亮哦 是 哦 所以油温不能太烫 对 因为它才可以把那个东西炸出来 炸漂亮一点 哦 油温太烫的话 它可能马上就焦了哦 对对对 原来如此 哦 好漂亮 它如果是没有开的话 你还可以把它 把那个东西炸出来 哦 这不就 就是在那个 要让它的那个 漂亮的造型 烹饪有那种开花的感觉 对对对 就会带来好的福报哦 很棒耶 大年初一耶 这样子做耶 真的叫做福袋耶 又喜福 但是呢 又漂亮 好精致哦 就不会感觉到 你就是把昨天菜热一热就来吃了 哦 对啊对对对 所以油都是保持是在中小火 对不要太大 哦 炸起来之后啊 煮火锅哦 哦 也可以哦 你把它 火锅要吃之前 再把它放进那个火锅里面 对对对 也可以 就不要给它煮太久 然后 那个口感也很好 很好吃 对 来看一下 这个是你包的 等一下 这个再给你 我包的我自己吃 你包的吃看看好不好吃 你才知道 我包的我自己负责 不是啦 是说让你吃看看啊 不过师姐你说对了 我们看到了这个哦 大家看到没有 我的那个芹菜丝 比较细哦 太细 一炸完以后 整个变黑了 其实你如果是说变黑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剪掉 也可以啊 剪掉就放在汤里面 都煮一煮就OK了 可是这个 可是可以吃啊 真的是事实耶 所以说我们刚刚在讲芹菜 不要把汁太细 否则它炸完就变黑了 如果说像师姐那样子 还保持粗粗的 它炸完是绿色 有一点点绿 对 那这个 你可以直接这样吃吗 可以啊 可以吃 你吃看看 我现在可以吃吗 可以吃看看 好 看一下我们的东西 好不好吃 哇 有声音哦 有没有听到声音 有哦 好好吃哦 要等它有黄黄我们就可以撈起来了 放两个还是一样酥酥脆脆的 好好吃哦 好 我们把它炸好了 OK了吗 OK了 也可以就这样摆盘 然后也可以煮火锅 也可以煮白菜一路 对 不一样就消火也不带哦 不到不带 做法是 豆包 香菇 榨菜 红萝卜切细丁 起油锅 小火爆香香菇 再放入酱油 红萝卜 榨菜 黑胡椒粉 一小匙 拌匀之后 盛起放凉 豆包切细丁 加盐 一小匙 香油少许 搓揉片刻之后 再放入已爆香的食材 香油 黑胡椒粉 一小匙 酱油少许 拌匀成为馅料 用馄饨皮 包馅料 用汆烫过的芹菜 撕成细绳打结 再用中火 炸至金黄色 盛起绿油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的贵面师姐呢 又要来教我们 再做一道菜是什么 这道菜的话 就是说 加了会员嘛 就是我们的米糕 我们要沾桂圆下去 然后我们在新春的时间 大家一定都是很欢迎的 对 家家户户户 都团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家的桂圆 金桀 吉祥如意 吉祥如意 对 好赞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吉祥如意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 吉祥如意米糕 材料有 长若米350克 圆若米350克 黑若米70克 料理米酒5杯 雪莲子150克 薏仁200克 二号砂糖100克 桂圆100克 金桔100克 小黄瓜2条 枸杞 姜 黑麻油适量 调味料有 盐 好 这就是吉祥如意 对 请问 我们首先要做什么 我们今天 我们先来把这个姜 加了麻油 我们先来给它炒一下 把它爆香 对 我们要把它爆香哦 一定要用麻油对吧 对 用麻油的话 它可以促进我们身体上 就是说 我们好像比较滑 还是比较滑 我们就多吃 麻油 吃一点麻油 那是我们的体质比较稍微 比较稍微的人呢 你如果不要淋麻油 你就直接用那个 苛刻油 苛刻油也可以 可以 然后呢 你也可以直接 你不要加麻油 你就直接 把那个料理米酒 加了过远 这样子先把它炒一炒 就OK了 也是可以 对 所以没有好多种的做法 不一定都吃 传统做法是这样 不要这个油不要太热 我们冷冷的就可以把它放进去了 麻油不要给它加温太热 对对对对 听说那个麻油如果加温太热会变苦 这个你看这个火的温度不高 中小火 慢慢的给它爆香 小小火 这样子 那把它炒一炒 香气也炒得出来 对 那这个桂圆 我们就把它那个干的桂圆 剥开来 桂圆的时候那个 叮咕咕咕 叮咕咕 还要用刀具给它敲 这个东西 你就把它放冷了 放冷的时候 你才用这样就好了 你看我们的桂圆 把它放进去 这些桂圆 那它等一下它有甜混嘛 它甜混出来的时候 会很甜 然后又会很香 就这样子我们把它爆香 好 对 那这个很补哦 好香哦 等一下煮一煮 它就会软就会散开来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好 那个让它去煮 然后现在要什么 我们来 麻烦帮我拿一下那个电锅 我里面有那个煮米的饭 好 那这个电锅就是说 我们的糯米饭要在电锅里面 煮好了 对这个已经是煮好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要热热的吗 还是冷的吗 没关系 因为大部分的话 如果是我们加糖的话 一定要热热 所以 搬好了以后 意思说 那个煮米 煮好之后 趁热把糖放下去拌匀 对对对 不然的话 它就拌不均匀 拌匀之后 那也可以趁热 我们再就把这个煮好的这个桂园 对 再把它倒进去里面 然后我们这个 现在呢 这是已经煮好的 煮好的那个 天山雪莲 还有艺人 这个很难煮 对吧 很难煮 怎么办 师姐教一下 这个呢 这个呢 有 这个雪莲籽的话 它的那个硬度呢 会很硬 然后你要煮的话 一定要 浸那滚水 至少要泡一个小时 这时候就煮好 还带点汤汁 对对 这样我们来烤这些东西 都烤不开 不然你的烤不开 如果是热热吃 我们就更好烤了 这样一锅饭 这样加起来 可以吃好多人 对对对 这样请客两座都没问题 今天初一呢 那我们把它做 可以照这个方式做起来 开工那天给大家吃 对吧 对啊 对啊 好棒 你看 那这个呢 它这个加了这个雪莲籽 这个按照比例吗 不用 这个不用按照比例 你如果是说 想要多吃一点 你就多放一点 不然的话 你可以一起煮起来 的话你可以煮汤 好 那可以做汤很好 对 做汤很好吃 做活跳墙什么都可以 对对 就一次 因为很花时间 一次把它煮熟 你煮熟了以后 你可以拿到冷冻库 可以把它弄出来 然后再用 对对对 这很漂亮 炒啊煮汤啊 还是什么都可以用 对对对 我们要节约能源 对 然后这样拌匀之后呢 拌匀之后呢 我又有两个杯子 你看到没有 这个杯杯 这不是人家那个小酒杯吗 把它拿来 用这个保鲜膜塞进去 你看我也有加了荆棘哦 啊荆棘是我们那个蜜餐荆棘 对对对 把它都全部都拌匀 切碎对不对 对 枸杞是生来熟的 就是已经有烫过开水了 好 然后再把它放进去 好 那很漂亮 好漂亮哦 然后呢 就拌匀 对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玻璃杯 里面把那个保鲜膜塞满 塞满 一定要塞满 要塞到满满的 塞到很贴 对不对 对 贴到杯底 除了运用这个小杯杯之外 还可以运用 嗯 模型 可以吗 对对 模型也可以 它有那种爱心的模型 可以那个也可以用 还是花的都可以 是 那个都很漂亮 重点就是说都要用保鲜膜给它塞满 嗯 那像这样子拌一拌 它已经是凉了 很漂亮 很漂亮 是凉的 对 对 拌匀之后 我们现在就要来装杯子了 对 好 那你就帮我装杯子 我来装哦 对 很棒啊 你比我还棒呢 对 我等一下来做一个东西给你看 你再做 好好好 那我来装 好 然后这个盘子交给你 然后你再做别的东西 因为我们是觉得说 你想要多一点的话 可以再加 不过我是不要加那么多也可以 好 好 这样我们就这样子就OK了 那个小黄瓜 这个是小黄瓜 然后我们把它抛一下 黄瓜要下皮哦 就这个绿色的话 我们就没有拿进去用 来 我们再第二个 就这样子 一整条 所以枸杞也可以蛋 然后也可以留一点在外面 是把它当作装饰品的 对 对 对对对对 那还如此哦 好 然后来再来塞第二个 所以说同时可以做几个 就看我们的时间 我们如果时间够的话 我们都可以多做几个 然后我们这里有那个小黄瓜 我们加一点点盐巴下去 稍微把它搓搓 做一做就OK了 让它软了 软化一下 好 你看这样子 好 就把这个 刮刮 好 就先用这样子 用盐巴 把它弄暖了 等一下 然后这个东西 也是要把它塞满满 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它抠出来 先把它抠出来 都把它抠出来以后 再来摆盘 对对对 那现在我们就要看这两样东西 如何组合在一起 首先你这个小黄瓜 到底要做什么用 小黄瓜 我们可以把这个 桂圆 桂圆膏 那请问这个福袋要放在哪里 是组合在一起的吗 对对对对 好 如果你自己有创意的话 你也可以摆成和风料理的方式 对对对 摆成长的 或者是方的 或者是中餐西式白法 通通可以对不对 对对对 那过程呢 就照这个样子做 会不会很好玩 会哦 好玩 感恩哦 感恩我们的桂米师姐 吉祥如意米糕 做法是 圆长黑糯米 净一个小时 沥干之后 再加入三杯半的料理米酒 100克的二号砂糖 以电锅煮好 雪莲子150克 一人200克洗干净 净三杯热水一个小时 以电锅煮熟 姜切末 起黑麻油锅 爆香姜末 会圆 再放入一杯半的料理米酒 盛起 拌入糯米饭里面 接着 再把煮熟的 雪莲子和 一人 金桔 枸杞 再加入拌匀 以一张保鲜膜 放在杯子里 将拌好的糯米饭 倒入压实 然后取出 再将小黄瓜 削成长条片 用盐软化 缠绕在 糯米饭团上面 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